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位女战士为了不做俘虏 相互搀扶 任凭子弹穿透身体 毅然消失在滚滚冰河之中 她们当中最大的只有23岁 最小的才13岁 我看见那个她们的年龄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特别的震惊 因为在我那个年龄的时候 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 清明继英烈 红颜助中魂 今天上午在重庆哥乐山革命烈士陵园 社会各界2000多人 举行了清明公祭革命先烈活动 红颜魂陈列馆里 讲解员给大家讲述烈士们钢铁般的意志 也介绍她们鲜为人知的平凡一面 就像江姐 在大家心目中 她是一位勇敢刚强 坚真不屈的地下党员 这个身高只有一米五的瘦弱女子 其实也是一位妻子 一位母亲 江竹军在她丈夫刚刚牺牲的时候 她也是有过非常痛苦的一段时期 她曾经经常跑到好朋友家里面 去哭诉 去向好朋友倾诉 失去丈夫的这种心情 我们都能理解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今天正式公布了日军侵华罪证之一 1964年日本出版的 《强弩中国赴日劳工名录》 这批答案是当年 也就是1943年至1945年 日本35家企业 135个作业场所 楼遇中国劳工的答案 名录记录了34000名中国劳工的姓名 年龄 出生地 工作场所和死亡信息 这些劳工全部为男性 主要补充日本青壮年劳动力 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 他们的死亡率高达25% 有一万多人今天来到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面怀先烈 比去年清明节当天的参观人数高出一倍多 在解放战争时期 太原战役的东山庙雕鱼址 刚刚落成了一灭烈士墙 纪念在太原战役中牺牲的84位战士 这位老人叫王爱福 今年74岁 由于脑穴栓腿脚不变 但是他坚持不做轮椅 一直站着参加完整个仪式 18年前 王爱福老人意外地发现了 流落民间的84份战事阵亡通知书 由于种种原因 通知书并没有送到这些战士的家人手中 这次呢 他用生命和献血 已经为这个国家付出最大这么一个代价 我应该要这一份资料 要这种用去为他们找找家 从那时起 王爱福老人走遍山西湖北等地 为这些阵亡将士们寻找亲人 在各界的帮助下 18年里 他们一共为38位将士找到了亲人 松柏苍翠 鲜花缤纷 清明时节的南京雨花台历史林园 庄重而肃步 在军乐队奏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对歌声中 少先队员代表 接过了以瞿秋白 韵戴英 张泰雷 江上青等革命猎名字命名的 英雄中队对齐 象征着革命烈士的精神代代相传 宇花台是我国最大的纪念性林园 从1927年到1949年 有近十万名革命烈士再次殉难 死在戈壁滩 埋在青山头 这是当年九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人的誓言 在发射中心的东风革命烈士林园 常年这727位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 今天很多发射中心的科技干部 战士还有学生自发来到这里扫墓 我将来想和爸爸妈妈一样在这里工作 然后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出父亲的力量 美国 英国 德国 日本等多国历史学家近日表示 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军国主义清华历史 是国际史学界所公认的 一些日本政客别有用心的行为 无法掩盖历史真相 美国西北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劳拉赫因 多年来以20世纪的日本为主要研究方向 在他与别人合著的审查历史艺术中 他对日本要议否认南京大屠杀 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作法做了揭露 它是很明确的事件很严重的事件 在南京在那期中的期间 我经常说到我的学生 我们有很多信息从人们在那时 它是很明确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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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在南京的认识中的新闻 它是很明确的事件 它是很明确的事件 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证据 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和部分政治人物提出 南京大屠杀死者人数不确定的作法 日本历史学家田村光章指出 这是一种试图通过纠缠戏之末节 而否定事情本身的卑劣系量 中国人が言っている30万人以上 というのはあり得ないと 従って南京虐殺はなかったと 言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よね これはだから自分たちが 結構彼らは一番の問題というのは やっぱり南京で多くの虐殺があるとすると 日本の当時の戦争が 大アジアを解放する戦争では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わけですね